这一项实气好 小主又不大吃那药了 看着身子也送饭了许多 一向太平无事 不吃那药也无妨 小主一直拖着这病不肯好 如今既停了药 也该到太阳底下多走走 这样也能显得气色好些 小主前些日子说 想要在岁玉轩附近的 御花园里面栽一个秋千 小影子已经栽好了 那个地方都是杏花 小主可去瞧瞧 杏花书营里吹笛道天鸣 你们俩是变着法的要让我出去 那我便去吧 刘珠取我的箱来 快去啊 主要是变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尊驾如何称呼 你猜猜 你不会是皇上吧 您是王爷 听说过果郡王吗 尊驾真的是果郡王 你见过我 自入宫连皇上都未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果郡王呢 似乎年岁不大对 人的年岁和他的相貌 往往是不太相符的 尊驾要是果郡王便是吧 妾身常在珍事 见过王爷 你就是那个报病的常在 内宫琐事 王爷如何知晓 我是听皇嫂说起的 出席的时候 皇兄问了一句 我正好在 原来如此 身子可好些了吗 出来怎么不多穿件衣裳 王爷关怀 妾身已好多了 六珠 这是果郡王 果郡王万福